暗夜宅巷裡黑衣男拔腿狂奔 遠景一人騎車 一人跑步緊追在後 男子一個沒主意 腿軟慘摔 這下跑也跑不動 警方一人抓一邊 立刻將他壓制 深夜聽到追逐呼喊聲 附近住戶紛紛走出來查看 黑衣男最後被尚鋼帶走 新北市新莊14號晚間 上演警匪追逐 39歲的賴姓男子 市民詐欺通緝犯 汽車在外趴趴走 被警方發現 竟然汽車逃逸跑了500多公尺 鑽進小巷內 直到體力不支跌倒背帶 警方辛苦抓到通緝犯 但現在礙於疫情 多半抓了右方 疫情期間 警方抓到通緝犯 通常會先帶回分局 遠端和檢察官 啟動視訊證訊 不過如果不是緊急重要的案件 基於防疫優先 檢察官通常會決定暫緩發監 避免檢索出現防疫破口 新北市警局從疫情爆發以來 查獲了395名通緝犯 嫌犯似乎不怕被關 在外趴趴走 因為部分地檢署 針對刑期較輕的通緝犯 才暫時撤銷 等疫情結束後再執行報道 入監前的自由日 被質疑放司法防疫架 三級警戒全國地檢署 非必要暫緩開庭 約談和案件執行 警方掃蕩毒品黑幫 有時也因為起不到票 無法行動 防毒病毒雖然重要 但治安和防疫 都不能有空窗期 TVB是人全人捷運期 系列室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